随着台海情势严峻 台日情报合作跟交流获得具体进展 在台美共同作战图像2025年完成 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状况之下 日本情资将会纳入 今天中共时报头版焦点带大家来聚焦 根据了军方的消息透露 台日战略对话在5月中旬 首度在台北举办全程高度的保密 以这两岸爆发战争前各种情形状况 也就当前台海情势现况被依据 进行堪称是台日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军兵推 极有可能是第一次官方性质的政军兵推 同步一来关心这位埃及警察周日 在跟以色列边境附近 杀死了三位以色列的士兵 以色列军方表示埃及警察先开枪 打死两位以色列的士兵 然后另外一位士兵在追捕时也不幸的丧生 后来这位行凶者遭到以色列军队给击毙 根据了解这整起事件跟走私 毒品有关联 由于案情相对不单纯 因此两国表示将启动联合调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之前接受CNN的专访时表示说 总统拜登将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某个时间来做一个会面 同时苏利文还说 美陆在经济以及科技的重要竞争 领域激烈竞争 我同时也确保这场竞争并不会演变成冲突或是对峙 因此这并不矛盾 也是拜登总统的坚定信念 同步也来关心现在美军指控的是 美国跟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 遭到了大陆解放军船舰 急切到美军的船道 导致差点发生碰撞 再加上之前解放军尖16战机 在南海的上空近距离拦截美机 让美方相当不满 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的挑衅行动行为 不对此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反请 中国不会到别人家的领空领海 反问美国为什么这样做 还要美军管好自己的军机 一级军舰 正值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双方军舰在台海又近距离遇上 美军指出与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 大陆解放军军舰企图拦截 切入了美军船道 造成双方差点相撞 再加上更早之前 解放军一架尖16战机 在南海上空近距离拦截美军RC-135侦察机 迫使侦察机在歼16产生的机尾乱流中飞行 造成美方军机剧烈晃动 对于西方媒体认为这些是中方不必要的挑衅行为 人家新加坡出席乡格里拉对话的大陆国防部长 李尚福则回应 中国不会到其他国家的领空领海 还要美方管好自己的飞机和军舰 而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呼吁 中方应该持续沟通 对此 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景建峰则强调 美中军方的接触没有中断 更痛批美方在许多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 而不光是美中关系 台湾问题也成为焦点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就表示 台湾问题不容许他国干涉 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李尚福在香格里拉的主题演说中 强调全球安全倡议 重点在台海南海以及美中关系 李尚福除了再次以中国歌词 豺狼来了有猎枪 警告要是美国侵犯会拿枪面对 北京还呼吁大国要有大国样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才是美中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记得联合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